請問小姐 代位點餐接電話 尖峰用餐時間 外場服務人員忙得團團轉 面對後疫情缺功時代 餐飲業者祭其招 爭人才 你沒看錯 二樓餐廳祭出了北漂專案 員工包吃還包你住 每個月還有三千元生活津貼 就連Netflix也免費送 從居住環境先顧到 替北漂員工省下一筆租務費 餐飲業想方設法 爭人也留人 米其林推薦的鼎泰峰 同樣以員工福利優先 去年第三季增加了季激勵獎金 還有免費按摩以及午休時間 就連員工心理諮商都要關心 另外干杯集團 則是針對新鮮人 寄出了海外工作福利 同樣包吃也包住 就連簽證費 機票費 將近十萬元補助 全都幫你搭點好 這個外銷導向科技跟製造業 在整個薪資的部分 還是不如這些科技跟製造業 要搶人才的話 其實可能更需要再祭出 更多的一個這個誘因 台灣餐飲業人力荒 搶財大戰正打的火熱 除了吸引優秀心血加入 想留財也得花更多心思 靜新聞李欣如陳志豐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靜好新聞